發言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增訂第七條之三 請宣讀條文 為境外敵對勢力進行 具有政治性目的之廣告或宣傳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為職者 一同違反第一項規定者 儲信臺幣1000萬元 以上5000萬元下包還 並令其先期改正 借其不改正者得暗次處罰 並廢止期許可並註銷期執照 情節授納者得除客與罰還 得並禁與廢止期許可並註銷期執照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 暗次儲信臺幣200萬元引受2000萬元下包還 且向鎖定之處份 由國家通訊傳統委員會處罰之 宣諾暗筆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代表發言 首先我們請離委員洪軍 黃委員國昌請準備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針對七字山它的內容是對於廣告後面的支柱來源 那實質上我們在政府的法令裡面 我們的廣電三法到現在還沒有完整的修過 還躺在立法院 那廣電三法相對約束的難道不能去處理嗎 我們現在再來看實質面 NCC 絕對是它的主管機關 我們如果依照這個方向來看 認定的絕對是NCC 那NCC現在在我們整個國家的公信力上面 覺得它的中立性是如何 是一個存疑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現在從有限無限 我們現在的頻道上百個 那從這邊來認定 是要如何來認定 所以我一開頭跟大家講 就是A跟B的問題 當你NCC的認定了以後 然後再交給相關的執法單位來執行 那這個就會有它的盲點 跟有它的問題點的出現 所以親民黨一而再而三的再講 重複的再講 我們絕對不是反對反滲透法 我們是要的是立法的周延 在立法的周延裡面 我們才不會造成人民的恐慌 今天你來認定 我再重申一次 NCC如何來認定 你相信嗎 你信任嗎 今天的委員主委 誰來執政誰來提名 它的立場是如何 我們的廣電三法它的配套 現在的完整性是如何 完全大家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在立這個法 是應該是要它的完整性跟嚴整性 絕對不是針對性 所以親民黨在這個地方再次的呼籲 我們今天在立法的過程裡面 還是必須要有它的社會的期待 還有人民的期待 謝謝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國昌 國安委員必領請準備 院長 本院委員 從過去這一兩年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界外敵對勢力 對台灣民主所造成最嚴重的傷害 不外乎就是透過媒體 特別是廣電媒體 去散播不實的訊息 去散播嚴重危害台灣的國家安全 以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治統戰宣傳 台灣當然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 在我們的憲政秩序當中 我們當然也保護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 但是讓我們從下面兩個情況來思考這個問題 第一個情況 我們容不容許台灣的媒體 左手從中共那邊拿到資金 拿那個錢把中共的廣告當成新聞在我國放送 這件事情在我國目前現行的法律制度下面就是禁止的 而且剛剛李鴻軍委員所講的 這件事情不僅還禁止 馬政府時期的NCC就已經處罰過了 但是他荒謬的情況是什麼 他荒謬的情況是 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對他所科處的罰則 是新台幣10萬到50萬 當初NCC抓到才罰新台幣20萬 20萬對於一個大媒體來講 根本是一個笑話 毫無嚇阻力 我在委員會數次質詢我們的陸委會 也質詢我們的國安局 兩個行政單位認為 現行法的規範罰則輕得太荒謬 要積極的來推動修法 才能夠完善我們國家安全防衛體系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現在我們好不容易定了反滲透法 這樣子的條文當然要規範在裡面 第二種狀況 我們應該我們可以容許 我們的境外敵對勢力 在我國掌握在我國控制 具有公共性格的廣電媒體嗎 廣電媒體在某種程度上面 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 是屬於全民的資產 我們尊重言論自由 我們尊重新聞自由 但是再如何尊重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 怎麼能夠容許我們的境外敵對勢力 透過指示委託支柱的方式 在我國控制廣電媒體 謝謝黃委員 現在請關委員碧琳 中國對台灣的滲透是無遠伏界既深且廣 因此當我們今天修反滲透法的時候 我們的立法策略是採用最小侵害的民主核心事項 作為規範的範圍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五大類的行為 來作為我們捍衛民主的最核心的一種基本的防衛體系 那這個立法策略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我們既能夠維持一個令人驕傲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而又能夠有最起碼的民主防衛體制 所以我們非常地瞭解像時代力量所提的這幾個修正意見的事實上心理的感受 因為我們這樣的立法策略自然會讓很多的人民跟時代力量的同仁一樣 他們會覺得有遺漏的感覺 甚至於因此感到心急 但是我們必須說這樣的立法策略跟目的 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我們最後做了這樣的決定 我們的目標真的是要為民主的最核心的事項 有一個基本的防衛體系 而同時又讓台灣仍然是一個活潑的 一個自由充分自由的民主國家 但是我們也請時代力量的同仁放心 因為這個最基本的民主核心事項 也已經把這第七條之三的第二項當中 很大的一個部分納入規範了 例如如果我們基於紅色滲透來利用我們的大眾 傳播媒體 他的行為是指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或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也就是我們對大眾傳播媒體的利用 是要用來干擾我們的選舉 他去做置入行銷也好 或者他去散播假新聞也好 這些部分 這些部分在本法的第四條 本法的第三條 本法的第七條 加上本法的第八條 完全跑不掉 完全受到我們的規範 例如如果你受中國的指示委託 或者是資助去做宣傳廣告 在大眾傳播媒體去做置入行銷 也就是七條之三的這個第二項的行為 那麼我們不但可以處罰你的助選行為 紅色滲透的助選行為 而且加上第八條 媒體的老闆也跑不掉 所以反滲透法不是沒有處理紅媒現象 只是他把紅媒干預選舉的範圍 拿進來規範 在一個最基本的民主防衛的體系 我們仍然有反紅媒的條款在裡面 謝謝 謝謝管委員 所有黨團推派花園的委員 經已花園完畢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反對 中委員嘉賓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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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69人 贊成5人 反對64人 去犬0人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